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呼出来 那么唱歌和这个说话 是不是我觉得这个呼吸应该没有大差别 很多人都不知道 就觉得呼吸有什么好像都是一样的 我们平时讲话也都是要用呼吸的 唱歌难道还有另外一种呼吸的方法吗 没错 其实唱歌还真是有另外一种呼吸的方法 那么唱歌的呼吸我们讲究的是深呼吸 但是平时我们讲话 尤其是我们中国人的这个语言的特点 就讲出来比较柔和的这样一个音调 那么用的呼吸是比较浅的 这种呼吸在唱歌当中基本上没有办法用到 因为你的声音需要传得很远 需要唱得很圆润 这个都需要有一种 所以有时候听到人家说 这个人怎么说话这么有底气 或者他唱歌这么有底气 所以我们说这个底气用的其实就是一种深的呼吸方法 如果这个呼吸的方法用的不正确 你的声音很难达到一种 就是说歌唱所需要的那种效果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 我们有的老师也会说 如果你掌握了歌唱的呼吸 你就掌握了60%的歌唱 可见这个呼吸占有多重要的这个位置 没错没错 那我想就是再请教一下王老师 就是说在其实在一开始的节目当中 我们说到这个我们的唱歌的方法 有三种流行 美声还有民族 那么这三种这个唱歌的方法 他们的这个呼吸方式是不是一样呢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 也很专业 那个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式 不管你用什么样的这个唱法来唱 你的呼吸都是一样的 呼吸一定要用深的呼吸的方法 一定要用这个呼吸的方法 否则你很难达到 你看一些唱流行歌曲 比如说咱们就说邓丽君吧 因为是人人都知道的歌手 他唱歌有的就说 他的歌好简单 就那么这么几句 或者说就感觉好像英语并不是特别宽 可是其实他的呼吸是非常非常讲究的 他的咬字 他的呼吸的方法都是非常非常讲究 所以才能出来那么好听的歌 不光是因为他的嗓音的特点 呼吸也是很重要很重要 你听到他有一些歌 如果你细听的话 他有很长的一个乐句 他可以用一口气把它唱过去 对那都是需要这个深的呼吸去支撑的 如果就说像我们说话的那种 这个呼吸去来唱的话 根本不可能达到这种效果 所以这个是要大家要意识到这一点 就是呼吸真的是在唱歌当中 起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 为什么说它重要 就好像是这样 我们如果用一个就是 平时我们不怎么讲究呼吸 或者说不知道怎么样 应该用呼吸来唱的时候 大多数时候呢 我们是用自己的声带去发声的 是一种很主动的发声 尤其是到唱到高音的部分的时候 那一个部分呢 是我们所讲话的这种声调所达不到的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 可是你又想到说 那我得要唱到那个音调 这个时候你难免就会要用喉咙去唱 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会听这个人唱了 会说怎么他扯着脖子唱 会有这个词是吧 对 因为他没办法了 他那个他不知道该怎么 但是如果我们说用深的呼吸去支撑他的时候 那么你就会觉得是有一个力量 在推着你的声音往外走 当你的高音需要你更多的气息的时候 你有一个深的呼吸去推着他往前走 这个时候等于有人推着你 你当然觉得不累了 你也不会自己主动去要发去发声 那么这个声音呢 出来效果是完全不同的 那我就想到一个问题了 就是通过您刚刚所讲的 那是不是就是说 如果说我掌握了正确的这个呼吸的 唱歌时候的这个呼吸方法的话 是不是可以把自己的这个音域 好像是不是也可以扩大一些 当然这个是会的 这个是会起到这个作用的 但是不是说百分之百都得要靠这一个 但是气息会起到一部分的作用 而且是相当的作用 因为有很多人他是唱不到那个高音 并不是说他本身音域里没有 而是因为他的方法不对 唱不到 那如果你的气息能够给到 当然还要其他的方法 但是这个是就我刚才说的 这个他是首先的 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如果你能够用到的话 当然能够帮助你很多 明白明白 那么既然这个我们的这个唱歌时候的 这个呼吸方法是这么的重要 占到了这个百分之六十 对对对 可见是大头 所以呢就是今天呢 我们也是想请教一下王老师 怎么样能够快速的去掌握一些 歌唱方面的这个呼吸的方法 对对对 如果我们讲起那个原理来呢 大家可能会觉得很抽象 因为呢我们这个戏曲里把它叫做丹田之气 丹田气 丹田气 对对对对 有一些气功里也会讲 比如说打太极啊什么的 也会讲到什么气臣丹田 是 所以有很多人就说 老师我们听了很多的这个概念 就觉得这个气息好像听上去很抽象 我们不知道该用什么办法去找到它 毕竟看不见 所以我在这里呢就想用一些那个比较简便的方式 让大家立刻就是立竿见影的这种 首先有一个呢就是咳嗽 咳嗽呢这个可能大家都会 咳嗽 你刚才好像还清嗓子来着 对对对 当我们说想要清清喉咙 这个时候你就会有一个咳嗽的动作 在咳嗽的动作呢 不妨我们站起来体会一下 好 那现在呢我们可以这样 那双手放在腰的两侧 放在腰的两侧 那假定呢我现在想清清喉咙 你会发现这个手的两边有一个扩张的动作 是不是 这个动作呢还需要你再来体会一下 告诉我它到底是往哪个方向 好不好 你再试试 这个咳嗽 就是往两边 往两边扩 对了往两边扩张 是 这个扩张呢 这个呢 这个扩张的动作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呼吸的方法 这个呢当然是呼气 因为我们咳嗽的时候 其实是发出了一个声音 对 这个就是呼气 如果把这个咳嗽的这个动作呢 转换成这个声音的话 比如说我们说这个东西特别辣的辣 那么用呼吸的刚才我们咳嗽的办法来说出来 辣 辣 辣 你会觉得它很有力量 辣 好像是在这个 肚子在这边是鼓的 对 你还可以再试一下 就是完全教给它 完全教给你咳嗽刚才咳嗽的那个地方 来说 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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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很多 像一个青蛙的肚皮一样鼓 鼓起来 对 我们有这种说法 蛙式的那种呼吸 还有的就叫做狗喘气 我们如果去观察那个小狗的话 尤其是大热天 夏天 那个狗特别热的时候 不仅是把舌头吐出来 你会发现它的呼吸特别急促 这个时候你不会发现它的上身在动 你会发现它的肚皮这个地方 对对对 是是是 有一个非常大的动作 然后它的那个狗喘气呢 就是其实是我们唱歌所要用的办法 所有的呼吸都在你的下小腹和腰的两侧 整个都在这一圈 对 所以它不牵扯我们的上半身 以前我们平时我们用的呼吸比较浅 比如说我们去医院去医生检查 医生说深呼吸 我估计99%的人都会这样吸气 对对对 然后呼气又呼出去 是 这个在我们唱歌当中绝对是不可以的 正好应该跟它相反 我们说呢叫鼓度吸气 在我们吸气的时候呢 把这个下小腹鼓胀出来 然后呢用咳嗽的方法把它送出去 送出去对 所以呢变成了吸气的时候 下小腹要鼓胀 呼气的时候 拉把它送出去 捏扁两边扩张把它送出去 拉拉拉 这就是咳嗽的动作 所以呢 对对对 当你找不到的时候可以 找一找这个 因为咳嗽呢是生活当中最自然的一个动作 也是我们这个唱歌当中呢 这个也是需要非常自然的力量 它不是说 有的同学会说 哦原来这里用力好 它会做很多 有的甚至于坐到这个这儿 整个是浑身都在动 那这种动作呢其实不自然 这种不自然的动作 我们唱歌当中根本也用不到 太僵硬了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咳嗽的动作是 特别好的一个方式 那么刚才啊 就是通过这个王老师的一个 亲身的一个教学 是体会到了这个 呼气时候的这个 就是腹部这边的这个 膨胀感啊 就是一收一缩 然后这样子 但是我这边现在有一个疑问 就是说这个好像呼气是有一点感觉了 但是吸气怎么样能够把气吸到这个 这个腹部呢 我这边有一个疑问 对 吸气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用什么呢 用一个快速闻花的动作 我们正好这里有花啊 好我们 可不可以拿起来 可以没问题 假定呢 这是一束鲜花 对对对 好 我们闻花的时候呢 一般来说是闭着口用鼻子 但是呢 我们在唱歌的时候 所需要的是口鼻共用 口鼻共用 是同时用它来吸 吸进来 这个吸气呢 需要我们像什么呢 就是当你闻花的时候 我们闻花一般是用的动作比较慢 但是呢 这个动作在我们唱歌当中呢 要去掉一部分是什么呢 一个是口鼻共用 一个呢 速度要快 如果我们吸气像文花一样 完全像文花一样 这个动作呢 就会往上走 往上走的时候呢 这个气息就浅了 所以呢 当我们闻花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口鼻共用 而且速度要快 立刻就把它吸进来 立刻把它吸进来 就感觉前面有一束花 然后你 你还觉得很吃惊 哎呀 这么美的花 立刻吸进来 就是你整个都觉得自己 面部表情也好 喉咙也好 口腔也好 整个都是张开的 这才是真正文花的动作 所以有的同学看一些书啊 听一些理论啊 他会说 人家上面说了 老师也说了 说文花 这个花 这整个都仗在这个 上面的胸腔了 那么当你说 再要用气的时候 你觉得你用不到了 因为这个气息呢 根本就没有吸在我们所要的下小腹 这个地方 好的 好 王老师请坐 好 今天呢 也是非常的感谢我们的王老师 给我们带来了这个非常 就是还是给大家的 就是非常简便的一些方法 比如说咳嗽啊 然后文化 这都是大家呢 日常生活当中 能够感受得到的东西 所以呢 也是非常快捷地 告诉了大家一些非常好的 一些唱歌呼吸的小跳门 那么希望呢 能够对我们今天的这个 对于我们唱歌 感兴趣的朋友们 有一些些帮助啊 那么如果呢 说大家呢 还是有想要了解一些 更多的一些 关于唱歌的一些技巧和方法的话呢 不妨联系我们的王老师 他的这个联系方法呢 也是在我们的这个屏幕的下方 好的 那么我们今天 活在五点的 过于嘉宾访谈环节 就是这些内容了 感谢你的关注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 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